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龙老师 欢迎学习新版的Scratch 3.0 从入门到精通的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咱们的主题是 大家来填空 是一个关于数学的小程序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 在舞台的左边呢,有一个大大的框框 框框里面呢,有三排数字 我们需要用第一排的三个数字 乘以第二排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就是第三排数字 在舞台的右边呢,有四个按钮 这些按钮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接下来让我们点击逆期运行程序 等待出题,我们等一会儿 好了,出题完毕 我们发现有些小框框里面的数字不见了 需要我们输入补齐这些数字 我们点击右边对应的排数按钮 然后在下面的输入框当中 输入完整的答案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做一下这个填供题 我们先看第一排的三位数 第一个空缺的数字是多少呢 在这里我们看第三排的乘级结果 多少乘以5可以得48呢 这个数当然是9了 为什么是9呢 因为5乘以6得30 在这里呢,我们进一个数字3 那么5乘以9就等于45 45再加上3呢,就得48了 所以呢,我们在输入框当中输入967 然后点击勾勾确定 回答正确 那么正确答案呢,也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排的数字 这个呢,就很简单了 5乘以7当然等于36了 在这里呢,我们点击第三排数字的按钮 在这里呢,我们输入4836 然后呢,点击确定 回答错误,请继续计算 诶,哪里错了呢 对了,5乘以7是等于35 所以呢,在这里呀,我们要输入4835 才是正确的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勾勾 诶,回答正确 正确的答案呢,也显示出来了 一个试题做完之后呢 我们点击Next 然后呢,进入下一题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了 接下来让我们双击鼠标左键 打开Scratch 3.0 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打开之后呢,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将小猫删除掉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好看的舞台背景 点击右下角的图片一圈圈 选择一个背景 然后呢,我们点击选择太空分类 在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 太空的舞台背景 背景添加完毕之后呢 我们添加这节课需要用到的角色 就会给大家看看 然后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好了 角色的添加以及大小和位置 我们全部搞定了 数字角色的添加 以及角色的绘制和改造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在这里呢 老师就不再一一追述了 小朋友们可以根据程序效果 将所用到的角色全部添加进来 并且呢 调整角色的大小和位置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程序吧 首先呢 我们先编写数字的程序 点击第一个数字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小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第一排的数字和第二排的数字 会发生一个随机的变化 这样的程序效果呢 我们已经编写过很多次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的编写一下这个程序 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小棋子被点击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需要广播一个消息 将广播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消息1 点击新消息 我们第一个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游戏开始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将当接收到消息1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消息1 选择游戏开始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游戏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数字呢 先隐藏 然后再显示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将隐藏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分类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1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将数字1 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运算 将在1和10之间 取随机数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数字10 修改为数字9 为什么要修改为数字9呢 因为在这里啊 我们每一个数字呢 都是一位数 而数字10呢 是一个两位数 所以呢 我们需要修改为1和9之间的数字 1和9之间的数字呢 全部都是一位数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换成什么什么造型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数字1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造型的前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 将等待1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等待1秒呢 修改为等待3秒 我们需要3秒钟的时间 来出这道算式题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等待3秒之后呢 让这些数字 再显示出来 好 那么这个程序的上半部分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 当小旗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小框框里面的数字 有的在 有的不在 那么会有一个随机的缺少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在这里随机类型的程序呢 我们已经编写过很多次了 我们点击变量 然后呢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随机数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事件 将当接收到消息1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数字1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 将在1和10之间取随机数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将数字1修改为随机数 将在1和10之间呢 修改为在1和3之间 为什么是数字3呢 因为第一排有三个数字 我们每一次呢 随机消失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如果同时消失两个数字的话 那么整个试题的难度呢 会非常的大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这个程序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判断 此时此刻的随机数字 是数字几 判断呢 我们需要用到控制里面的 如果纳默否则的程序 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运算 将等号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纳默的前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随机数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前面 然后呢 我们将数字50 修改为数字1 如果随机数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隐藏 点击外观 将隐藏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否则呢 我就需要显示出来 那么第一个数字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数字的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数字2 数字3 和数字4的程序效果 跟数字1的程序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里啊 可以直接将数字1的程序 复制给数字2 数字3 还有数字4 我们将鼠标移动到数字1的程序上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 不要松手 慢慢地将这个程序呢 拖动到角色列表区 放到第二个数字的身上 然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程序呢 按住不要松手 再拖动到第三个数字的身上 然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程序呢 按住不要松手 再拖动到第四个数字的身上 好 那么数字2 数字3 还有数字4的程序呢 我们全部复制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调整一下数字234的程序内容 首先呢 我们调整第二个数字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变量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第二个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2 然后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我们将数字1 修改为数字2 然后呢 将数字1的程序 删除掉 将数字2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将随机数等于1 修改为随机数等于2 好 数字2的程序呢 就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调整数字3 点击数字3 在这里呢 和数字2一样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3 然后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将数字1 修改为数字3 然后将数字1的程序 删除掉 将数字3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随机数等于1 修改为随机数等于3 好 那么数字3呢 我们也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调整 数字4的程序 在这里呢 和之前一样 我们需要再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4 然后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我们将数字1 修改为数字4 然后呢 将数字1删除 将数字4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随机数等于1 修改为随机数等于2 就可以了 为什么等于2呢 因为第四个数字呀 属于第二排的数字 那么第二排的数字呢 可以任意的随机消失 所以呢 在这里填写 1 2 3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取一个中间数 随机数等于2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四个数字的程序呢 我们就全部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多余的变量 全部隐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逆期 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数字先隐藏 然后呢 又显示了出来 并且呢 变成了随机数字 还有一些小框框里面的数字呢 缺失不见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逆期 运行程序 数字呢 先隐藏 然后呢 又显示了出来 并且有缺失 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的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编写 乘号算法的程序 点击乘号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把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在这里呀 我们需要有一个变量 将数字一 数字二 还有数字三 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完整的三位数 我们点击变量 然后呢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三位数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将三位数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 将连接什么和什么的程序 拖动出来 再放到这里 这里呢 只有两个坑坑 但是呢 我们需要连接三个数字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再拖动出来一个连接的程序 将它放到第二个坑坑的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数字一的程序呢 放到第一个坑坑里 将数字二的程序呢 放到第二个坑坑里 再将数字三的程序呢 放到第三个坑坑里 这样子呢 一个完整的三位数 我们就设置完毕了 接下来呢 再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计算结果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我们将计算结果 设为0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计算结果等于 三位数 乘以数字四 所以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 将乘号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三位数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乘号的前面 再将数字四呢 拖动出来 放到乘号的后面 这样子呢 计算的算法程序 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建立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的名字呢 叫做 记录 计算 结果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我们需要将计算的结果 记录到列表当中 我们将在 记录计算结果的 第一项前 插入东西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将计算结果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东西的小坑坑里 最后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等待一秒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在这里 为什么需要等待一秒呢 因为数字一 数字二 还有数字三 本身的随机变化呢 也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需要等待一秒 然后呢 再将数字一 数字二 还有数字三 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完整的三位数 第一条算法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第二条判断的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一个三位数 乘以一个一位数 所得的结果呢 可以是一个三位数 也可以是一个四位数 如果是三位数的话 那么就需要第三排第一个数字隐藏 后面的三个数字显示出来 如果是四位数的话 那么就需要全部的数字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编写这个判断程序 首先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控制 将等待一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一秒的时间修改为两秒 为什么需要等待两秒呢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数字的计算结果之后 才能判断到底是三位数 还是四位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到 如果那么否则这个程序 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运算 我们将等号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那么的前面 然后呢 将什么什么的字符数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前面 然后呢 点击变量 将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字符数的前面的坑坑当中 然后呢 将数字50修改为数字4 那么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呢 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 就是我们一个三位数 乘以一个数字4所得的一个计算的结果 字符数呢 就相当于是数字的个数 如果字符数等于4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一个四位数 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点击事件 然后呢 将广播消息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建立新消息 新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四位数 然后点击确定 如果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的字符数 等于4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四位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广播四位数的消息 否则呢 就是三位数 三位数的话呢 我们再拖动出来一个广播消息 将它放到否则的后面 在这里呢 我们继续点击新消息 新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三位数 点击确定 那么第二条判断的程序呢 我们也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 程序效果 点击率期 运行程序 数字呢 先隐藏 然后呢 又显示了出来 这里呢 生成了一个三位数 136 136乘以9的话 那么最终呢 得到了一个计算的结果 那么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编写 计算结果的数字程序 点击第一个数字 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小齐子被点击的时候 第三排数字呢 会先隐藏 然后呢 再显示出计算的结果 并且呢 第四个数字会随机的缺失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把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数字呢 隐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事件 再拖动出来一个 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 放到这里 由于我们编写的是 计算结果的第一个数字 那么第一个数字呢 只有是四位数的时候 才会显示出来 在这里呢 当接收到四位数字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先将数字隐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5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将计算结果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数字5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 将什么的第一个字符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 这个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然后呢 将换成什么什么造型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数字5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造型的坑坑前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 将等待一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显示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当接收到四位数消息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先隐藏 然后将数字5呢 设为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 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呢 就是这一项了 第一个字符呢 就是四位数的第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我们再将造型切换为数字5的造型 接下来呢 再等待一秒 再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程序呢 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第二个数字的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第二个数字的程序效果 和第一个数字的程序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都需要编换成 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 对应的字符数字 那么我们可以将 第一个数字的程序呢 直接复制给第二个数字 好 我们将它点击 拖动到角色列表区 直接复制给它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数字2 在这里呢 我们将数字2的程序调整一下 我们点击变量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6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将数字5呢 修改为数字6 然后呢 将数字5的程序删除 将数字6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这个程序 复制出来一个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这里的四位数呢 修改为三位数 当接收到三位数的消息的时候呢 那么第二个数字呀 就变成了三位数的第一个数字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将这里的第二个字符呢 修改为第一个字符 好 那么第二个数字的程序呢 我们也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第三个数字的程序 那么第三个数字的程序呢 跟第二个数字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直接将程序复制给第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好 复制一条 复制第二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修改一下数字3的程序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7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我们将数字6 修改为数字7 将数字6的程序删除 将数字7的程序拖动出来 这里呢 也是一样 修改为数字7 将6删除 将7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当接收到三位数字的时候呢 我们是第二位数字 当接收到四位数字的时候呢 我们是第三位数字 好 那么第三个数字呢 也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第四个数字的程序效果呢 和第三个数字程序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直接将数字3的程序呢 复制给数字4就可以了 第一条 然后呢 第二条 好 最后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第四个数字的程序 我们点击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数字8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将数字7修改为数字8 将7呢 删除 将8呢 拖动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将这里的第三个字符呢 修改为第四个字符 然后呢 我们将这里的数字7 也修改为数字8 将数字7呢 删除 将数字8呢 拖动出来 这里的第二个字符呢 修改为第三个字符 好 那么计算结果的数字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多余的变量 全部隐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程序效果 点击逾期 运行程序 数字隐藏 刚才这里有三个数字 没有隐藏起来 这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查看一下程序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 第二个数字 在这里呢 我们原来是少了一个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的时候 先隐藏的程序了 我们点击事件 然后呢 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接下来呢 再点击外观 将隐藏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第三个数字 同样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式键 当接收到的程序 拖动出来 然后呢 选择游戏开始 接下来点击外观 然后呢 将隐藏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第四个数字 第四个数字呢 也是一样 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隐藏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程序效果 点击率期 运行程序 数字呢 数字呢 全部隐藏了 然后呢 又显示了出来 在记录计算结果的第一项当中呢 是一个三位数 792 三位数的计算结果呢 第一个数字没有显示 第四个数字呢 又随机的缺失隐藏 计算结果数字7 对应这里的7 计算结果数字9 对应这里的9 那么程序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呢 我们来一起编写 四个按钮的程序 我们点击第一个按钮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点击其中的一个按钮 并且呢 输入一个完整的答案 如果输入正确呢 会提示回答正确 并且呢 会显示出正确的答案 否则呢 会提示回答错误 请继续回答 这种类型的程序呢 我们已经编写过很多次了 在这里呢 我们快速的编写一下这个程序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角色被点击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侦测 将询问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询问的内容呢 修改为完整填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判断输入的内容 是否是正确的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控制 然后呢 将如果纳默否则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 将等号程序呢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侦测 将回答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前面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此时此刻呢 我们编写的是 第一排数字按钮的程序 第一排的数字呢 是一个三位数 所以呢 我们回答的结果呢 得等于这个三位数 我们将三位数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后面 如果回答等于三位数呢 那么就说明我们回答正确了 回答正确呢 会有一个提示 回答正确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外观 然后呢 将说你好两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你好修改为 回答正确 然后呢 将两秒修改为四秒 因为两秒时间太短了 否则呢 就是我们回答错误了 回答错误呢 也有一个提示 我们将说你好两秒呢 再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这里呢 我们修改为 回答错误 请继续回答 那么这个判断程序呢 我们也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 如果我们回答正确的话 那么在这里 第一排的所有数字呢 会全部显示出来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呢 将广播消息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 新建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 第一排 回答正确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 确定 如果我们回答正确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广播出来一条 第一排回答正确的消息 那么第一排的数字 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会全部显示出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当接收到第一排 回答正确的程序呢 将它拖动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显示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那么第一个数字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呢 也是一样 当接收到第一排 回答正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显示出来 好 那么第二个数字呢 也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第三个数字 还是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接收到第一排 回答正确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显示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那么第一排数字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第二排 和第三排数字按钮的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 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第二排的数字 和第三排数字的程序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将 第一个按钮的程序呢 复制给第二和第三个按钮 好 我们将第一个按钮的程序 复制给第二个按钮 然后呢 再复制给第三个按钮 好 复制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 程序内容 现在呢 我们编写的是第二排数字的按钮 在这里呢 第二排数字呢 就是数字4了 我们将这里的三位数呢 删除掉 然后呢 再点击变量 将数字4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后面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广播 选择新消息 这个消息的名字呢 叫做第二排回答正确 然后呢 我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数字4 然后呢 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接收到第二排 回答正确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显示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那么第二个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就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调整 第三个按钮的程序 第三个按钮呢 是第三排数字 第三排数字呢 就是一个计算的结果了 所以呢 我们要将三位数的程序 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 将这里的记录计算结果的 第一项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后面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广播消息 点击新消息 第三个消息的名字呢 叫做第三排 回答正确 点击确定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数字8 跟刚才一样呢 我们需要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接收到第二排 回答正确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第三排 回答正确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 将显示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那么第三个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也调整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 第四个按钮的程序 根据我们一开始 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当我们点击第四个按钮的时候呢 就会切换下一题 就相当于 又重新出力到题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点击事件分类 将当角色被点击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将广播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好 那么第四个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也编写完毕了 最后呢 我们将多余的列表隐藏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逆期运行程序 数字隐藏 然后呢 又显示出来 第一排的数字呢 是四五什么 第二排的数字呢 是八 第三排的数字呢 是三千六百二十四 我们点击第一排的数字 这里呢 肯定是数字三了 我们输入一个完整的内容 四百五十三 然后呢 点击勾勾确定 回答正确 那么正确答案呢 也显示出来了 程序效果正确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Next 好 数字呢 又全部隐藏 然后呢 又显示了出来 第一排的三位数呢 是空一四 第二排的数字呢 是三 第三排的数字呢 是九四什么 我们先回答第三排的数字 因为三四得一十二嘛 第三个数字呢 肯定是二了 那么我们填写一个完整的数字 九四二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好 回答正确 那么正确结果呢 也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答第一排的数字 点击第一排的按钮 这里呢 肯定就是数字三了 我们填写一个完整的答案 三一四 然后呢 点击勾勾 回答正确 正确的结果呢 也显示出来了 好 那么程序效果呢 是完全正确的 好了 浙杰克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可以根据浙杰克 所学习的编程知识 再结合我们之前 所学习的内容 再编写一些 类似的程序吧 比如呢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 四位数 乘以一位数的程序 但是呢 同学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咱们的数字造型当中呢 是没有数字零这个造型的 同学们在课下编写程序的时候呢 要记得将数字零这个造型 添加到整个造型的最后 否则呢 在计算结果当中 如果有零的话 就会显示错误哦 好 那么浙杰克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